就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这些法官怎么想 然后从最后两段 是给你讲第二个投票 是8比0 然后政府 那些作者 就先给你解释一下 这些8比0双方之间 怎么辩论的 对吧 但是最后一段告诉你 这些作者其实是站在 这个8的这一面 他是支持反对奥巴马政府 因为他觉得 声明非常地离谱 所以每个法官 是正确地拒绝 其实非常非常 标准的一个总分 但是同时你要知道 这篇作者的主要的 主要的表达观点 第一段就告诉你的 他主要是想在 第二个投票里面 这篇文章说 奥巴马政府 在这件事情是失败的 这篇文章主要 也是说的这件事 虽然说篇幅 可能第一个投票 说的多一点 但是你别忘了 总分第一段 but就告诉你 但是其实奥巴马政府 在这次投票 这两件事情来说 整体是一个失败 因为他想去打破 这个平衡方面 是一个失败 然后最后一段 其实也是这么说的 这是这个作者 主要的一个 在我上海的一个意思 OK 还是 如果你的文章 已经读到了这个份上 咱们开始做题 第一题 他说 三个这种条款 对于亚利桑那的计划 被推翻 是因为他们的 这些类型 只是条款 对吧 这里时候 你要判断出 现在这样才能总结到 亚利桑那 就是这么前面几段 在说 他为什么被5比3推翻 是不是因为 这个宪法的原则 对吧 华盛顿 单独是有这种 就是自己的权利的 然后联邦政府 是先于 州政府的 州法律的 然后同时 但是 亚利桑那 曾经尝试 使用这种州的策略 是平行于 现存的 州的 这个 联邦的 法律的 对 然后 所以或者这段 这个 liberal 支持奥巴马 这些法官觉得 这个州 飞得太近了 对于这个 联邦政府的太阳 好了 大家这个意思 咱们再复习一下 让我选A 因为这些 亚利桑那的条款 overstat 相当于 就是说白了 是这些 越过了 权威 对于联邦 移民法律 越过的权威 不是越权了吗 对不对 这不是 这不就是原话吗 LB 他说 打扰了这种 权利的平衡 在人家 原文中说 平衡是 奥巴马的失败 那个平衡 C deprived 这是大家读选项 记单词 Deprived A off 剥夺了 剥夺了联邦 警察的 宪法权利 我都不知道 这句话在说什么 全文中从来没有说过 谁敢把联邦 警察的权利 剥夺掉 D Contradition 也是 一样的 同学 你看似是选项 别看你自己做的 题是overstep 选项选对了 你先把这些 单词都选对了 现在出现在选项里面 下一次就是在文章里了 Contradition 也是矛盾 违反 相反 既跟联邦 也跟州的策略 那肯定不对 州 人家是跟state policy 是最起码是一切战线的 他也没有违反了联邦 可能是根据 宪法的冲突 37 在下列哪一个 是这些法官们同意的 根据第四段 还是一样 你自己数一下 123 4 第四段很短 然后这时候说 就说了几句话 这亚利桑那将会被允许来去识别的 验证这个 合法的这种人的一些状态 status 第二句话说 是因为国会之前 就老是预想了一个联手 联邦和这个州的移民的执法 对吧 然后明确鼓励这个州的警察 可以做这些事情 然后这时候 大家读到这些点上 先三期 同意以下的一点 法官们同意的一些 A 州的独立性 是 这个independence 独立于谁 独立于联邦移民法 人家说的是 联手 不是说独立 B 联邦警察的责任 Duty 来去 Withhold 相当于说 Withhold 就是拿住 不给 持有 移民的信息 这里就完全没有说 跟移民有关的事情 他们可以检查 这是州政府的 州 州警察可以检查 但从来没有说 联邦调查员 FBI的责任 是去持有 或者是 就是 保密 或者是保持 移民的一些信息 原文中 是说一个 州警察 可以检查 移民的信息 C 州的合法的角色 在移民 的执法方面 这 就 同意吗 是 合法的角色 在执法方面 人家不是说的是 可以合作吗 这不就是C吗 D说的是 国会的这种 intervention 干预 在 移民的 执法方面 就人家从来 没有说国会 干预 人家说国会 同意 联邦 跟州合作 那不就是 确定了他们 同意了他们的 合法的角色吗 是角色 OK 38 可以被推荐出 从第五段 这个东西 是干嘛的 这里就刚才那句话 你能不能读 人家这题里面 问的就是 这个 就是ASA 你要判断是法案 对吧 法案 这句话里面 说的是 他这唯一的反对 5比3里面反对 主要的反对是 来自于这个法官 这个法官是提供了 一个非常 积极的 一个 defense 一个反抗 一个维护 对吧 或者一个辩护 对于州的特权 这个辩护 可以追溯回 之前的那个法案 那不是说 这个法案是 支持州的 权益的吧 就是咱们还是说的 这是法国的先例法 先例的一个逻辑 只要你能判断出来 这个ats 这个词 是法案 所以这时候38 那明显 问你这个东西是 就是 到底是战法用的 A 他说这个法案 是违反了 那违反 线法就不可能是法案 对吧 就这么简单 B 这个法案是 stood in favor 战是倾向于 这个州的 这不就是 支持的 就是辩护 支持联邦法律 不是在说 支持联邦 人家是为了 州的这个法案 反应 而且defense 决定了 州的利益 这也没有说决定 我从来就没有说 undermine 不是 这不是undermine determine 我的 undermine 是损坏 我的 瞬间反应过来 脑子蒙了 这是B 不是损害 没有损害州的利益 反而支持 39 白宫声明 他的power of enforcement 那这里原文中 说过很多白宫说的话 就白宫一定说的是 这个 这里他不是说吗 白宫 argue 亚利桑那的法律 是跟他的这种 执法的优先权 是冲突啊 对不对 然后他觉得 这个白宫也在声明 他将可以来 去这句话 他可以invalidate 推翻 任何在没有推翻 情况下 合法的 州的法律 就是他不同意的 让他们这句话 讲了半天 他可以推翻 任何他不同意的 就是 在没有推翻 情况下的合法权益 就说来 他可以推翻 任何他不同意的法律 然后这段话 也说的是 就白宫说 the administration 就是白宫 白宫说 本质上他觉得 他不想去实施 这个国会的 移民的一些议员 所以没有其他州 也可以这么做 也不能这么做 对吧 然后 这里说的是白宫 你先把主意读到 the White House claims 然后 他的执法权 他白宫的执法权 是超过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 还是这个that 首先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that 后面是held 说明它是名字 也就是代词 代词代词代的什么 是代替前面比的 超过 超过谁呢 超过了执法权 谁的执法权 这个执法权 是被持有 被州的 也就说白了 是白宫认为 白宫的执法权 是超过了 州持有的 执法权 这不是 肯定是这个意思 对吧 因为他觉得 州政府的 这个执法权 冲突了 他的优越性 冲突了 他的priority 那是不是觉得 他的执法权 是超过 out weight 是超过了 州持有的 然后他说 B 是建立在 被联邦 法律建立的 哪怕是说 但是原文中 哪怕是对的 原文中没有说过 这句话 是被谁建立的 对 C 白宫的执法权 是依赖于 depend on 州的支持 这我没有说 而且反 不可能需要 州的支持 白宫的执法权 很少是反对 州的法律 也没有说过 就哪怕反不反对 从来没有说 人家只说的 就是冲突 只说的一个 优越性 优先性 是州政府 的执法 相当于现在是 冲突了 跟 白宫的执法权 他从来没有说过 是到底是反不反对 这些我觉得 是反对 但是 也没有说 很少 是反对于 这些州的法律 对吧 原文中就没有说过 这是到底少不少 或者go against 只是说的就是conflict 有一个冲突 在优先权上 优先权 就是谁先到 或者谁大于谁 没有说的是 到底反不反对 然后最后一段 可以再去被 就是得到什么 最后一段 主要是 作者 抒发自己的观点 对吧 最后一段说 一些权力 确实独一无二 属于联邦政府的 比如说 国籍 还有边境 但是 如果国会 想要去阻止 这些州来 去使用 他们自己的资源 来去检查 移民的信息的话 国会可以的 但是国会 从来没有阻止 州的来就这么做 然后现在 白宫觉得 他不想去执行 一些 国会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其他州 也不能这么做 但是这个作者 这篇文章 作者觉得 白宫是不对的 就这么点意思 就这么几句话 然后这时候 你就读 就OK了 他说 移民的事情 issues 是通常 被决定的 被国会 这里 从来没有说过 国会可以决定 移民的事情 大家读准了 就是 出版自己复数 或者移民的事情 你要想所有移民的事情 只要是 immigration issues 就是通常被国会决 那不可能 人家说 原文中说的是 如果想要去阻止 州 来去使用 他们自己的资源 去检查一些状态 他们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从来没有说 Congress 跟移民的其他关系 对 从最后段里面 说 就这一件事情 只要这么推就行 说就说 没有说 其他你不要脑补 然后B Demonstration 就是白宫 白宫是dominant 是主导性的 对于谁主导性的 over immigration issues 对于这个 就是 移民的一些事情 这里 原文中说 如果国会 想要去阻止州 来去做一件事情 国会是可以 但是国会 从来没有这么做 然后白宫都说 实际上声称 他们不想要去实行 不想要去实施 国会的移民的 一些愿望 那说明就是 白宫要去听国会的 对吧 他说的是 他不想 所以说其他州 也不应该允许 这么做 那他不想 不代表 就是 他是主导的 所以说 这不可能是 Administration 是dominant 明显至于 还是美国三权分地 是相互制约的 对吧 从来没有说 是dominant C 法官们想要去 加强 他的 合作 和国会 这里有些细节 在于 我不知道这个 题目 这个意思 是不是 如果按照意思的话 应该是用来 形容法官们 但这里 法官们 就应该 不是用的 eats 应该用 there 这里或者说 就是等于 指的是最招法院 不管是这里 是eats 指的是法官们 还是最招法院 从来也没有说 全文中 说最招法院 想要跟国会 合作 coordination 或者协调 都没有说 就没有说 这个 法官们 和国会 congress 的协作 人家说的是 每一个法官 是拒绝了 这个 claim 这个 将来说 奥巴马的一个 证明 奥巴马的一个 提出的一个要求 是吧 声明 但是从来没有说 是 国会 跟最招法院 有协作 这篇文章说的是 奥巴马对抗州 然后但没有说过 国会跟最招法院的关系 然后 那就只能选D的吧 意思 D说 法官们 倾向于来去 检查一下 这个权力 对于这个政府 那不就说 检查吧 这个意思 你现在说 这个chat 有点像 你是不是有点 太过了 是不是在太 是不是在 就在太厉害了 所以我要检查一下 那肯定是 限制呗 这种概念 那原文中 是不是说拒绝了 正确的拒绝了 每一个法官 拒绝了 所以这里 相当是 想要去 倾向于 来去检查一下 这些白宫的 权力 这个你可以 检查 在武创大师 检查 现在的意思一样 反正 没什么检查 就是 因为 他过了 他想去 还是第一段 他想去打破 你要知道 这个声明是啥 他想去 奥巴马政府的 这个努力 是要去打破 这个平衡 那说白了 就是现在是平衡的 然后他想打破 这不是他想主导吗 他想主导的话 法官 不同意 那不就是 法官要去限制他一下 这篇文章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里面讲了非常多的一些 大家以后可以 用来其他文章的逻辑 这是我觉得 主要的重点 这篇文章 你再也不会见到 见到的是里面的一些东西 好吧 今天视频 欢迎大家 点赞 三连 发弹幕 发评论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来到 B站干货之王挑战 讲完所有英语考验 阅读的视频环节 我们今天来到了 2014年的Test 2 然后我们现在距离 今年的考验 应该还剩下 大概40天左右 我想这天 还是吃一颗定清丸吧 或者是 再把我的观点说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40天 大家用来提升 你的理解英语的 基本能力 这个时间 是完全完全足够的 而且还有40天 如果哪怕就是 现在从开始 你从零开始 看我的精读 一天看一篇 我个人相信 你到了40天以后 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质变 然后如果你已经 看到了现在 他们们 再忍 大概20多天 再去提升一些 把这个熟练度 再达到非常准确 把一些就是 句型 框架 然后读的这种 阅读的技巧 其实也不是 就是阅读的一些 习惯 你去读词性 去读语法 不要脑补这件事情 再去通过 这么多文章 去得到一个练习 然后到你上了考上的时候 你会对于各种提醒 有一个更加 不一样的前进 这是我的 还是想强调一下 我的观点 不是 废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进入文章 今天这篇文章 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首先读起来 应该是非常顺 我希望大家可以 有这种感觉 一上来他说 All around the world 在全世界 律师们产生 generate 更多的这种 敌对性 比一些成员 对于任何 其他的职业来说 这句话 其实是类似于一种 比较急 加了一个 任何其他的 相当于说最着急 也就是说白了 是第一句话你读完以后 你要知道 是律师产生出的是 最多的这种 hostility 这句单词 其实 怎么说呢 大家其实 现在的一个社会中 应该不找新闻里面 会出现这件事情 就是hostility 就是敌对性 这句话 每天上也是一样 别人对你的这种敌对 对你的一些 不管是国家之间 还是公司之间 hostility 然后形容词是hostile 我记得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反正考研的文章里面 有一个叫hostile takeover 恶性收购 其中之中是hostile 所以说商业 在国家 在一些政治里面 都会用到这些 然后一般情况下 对什么什么敌对 后面是家兔的 OK 然后所以 第一句话说的是generate 产生出了 更多的这种敌对性 比任何其他的 profession职业 然后呢 with伴随着一些 可能的这种例外 对于新闻行业 这其实大家应该 具体 生活中的一些 常识吧 都应该是 律师 肯定你帮人打官司 产生出很多的这种敌对性 对吧 但是这种新闻行业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曝光一些事情 你报道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他虽然说同学们 后面说的是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可能伴随着例外 对于这种新闻行业 那如果 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 就是除了这个新闻行业 律师是产生出 很多的这种 敌对性的 比任何其他行业 这句话的主干也是 中间这部分 lawyers 继续 但是 那也就还是 这种段子 他们已经读了很多次了 对不对 这两句话 是但是 是第二句话 所以主要的意思 在第二句话 但是 那这个时候 就要划线了 我一般划线的句子 就是大家容易读错了 容易读错 不是说它难 是容易你脑补 容易你不按照正确的阅读系统来去进行 比如这句话 你要犯到 就聪教后 但是有少数 feel 这词 咱们再强调一遍 feel 这词 但凡出来 一定是 就是 指的是少数的 有少得及的地方 然后 there be 句信 是一个万丈的句子 所以说这句话 诸位兵结束了 那后面有着 where 咱们现在在这里 前面是 the places 很大债率 这里应该是定义 从去 修士 在这些地方 后面有着万丈句子 客户 其实是有 更多的 grounds 这个单词在这里 其实 一般喜欢家 附属的话 你可以 就理解成理由就行了 不用理解成大地 有很少一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客户是有 更多的理由 对于抱怨 比 美国 相当于说 告诉你 还是一个 这些作者一上来 就是比较急的 一个 比较急和 少数 这种一个配合 有很少地方 客户有更多的理由 来去抱怨 比美国 那我希望大家 可以绕我来 这句话想说的是 在美国 客户是有 最多的这种 抱怨的理由 more grounds 很少地方 有更多的理由 那这是不是 其实说白了 还是一个最着急 OK 然后 单词没什么说的 其实这里 也就是整个低段 告诉你 现在 这个client 因为上文中 主干说的是lawyers 对 所以这段话 你自己 整个这篇文章 抓住一个基调的话 在于 在美国 环境先定下来 是律师 产生出了很多敌对性 但是最后一句话 主要说的是 在美国 客户 client 可以来去complain 或者有更多的理由来去 说白了就是 在美国当律师 不太好 或者是抱怨很多 就客户抱怨很多 好 继续 那后面明显是一解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have more grounds during the decade 在这个 十年期间 那后面是用来修饰 哪儿的十年呢 在经济危机 以前的十年 那这里 像这种 2013年的文章吧 经济危机 就是08年 所以说 你可以看成是 20 不对 1998 到2008年 对 这是时间状态 在during 所以后面主张 在这十年里面呢 spending 花费 在法律服务上 在美国 所以主语 还是spending 这是个名词 因为你看到后面是on 对吧 前面其实 spend 如果做动词的话 花什么种事情 所以 这里不是动民族主义 是花费 中文上 你要背花 是意思 在法律服务 说吧 就找律师呗 在这些花费 然后这是 这个花费 增长了 twice as fast 这些时候 咱们再次复习一下 这里的SS 首先是twice 相当于是两倍 然后关键是SS 中间第一个S 你不用管它 第二个S 跟前面连在一起 这里说的是两倍快 所以这个花费 在法律服务上 在美国 这个花费 是增长的两倍快的 第二个S 咱们再相当于 表示正如 然后正如 这些通货膨胀 所以组完了以后 你非常顺的 是在于 在美国服务 法律服务上的花费 增长的两倍快 比 就是通货膨胀 相当于说 那肯定是涨得很快 这句话意思 对吧 twice fastest 通货膨胀 一般就是物价 可以这么来去 抽象的理解 就是物价的一个上涨 它比物价上涨的速度 快两倍 两倍快 OK 然后继续 所以说第一句话 你可以概到 因为花费 所以大家把主战连在一起 花费增长的两倍快 那是不是 还是在这里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complaint 第一个原因是 花得多 对不对 第二个 最好的律师 made 做出了 skyscrippers full of money 那这些明显 这些帘子符了 相当于赵孙女士 这是帘子符 大家看清楚 不是这个裤子 我最近发现 好多同学 帘子符 然后不分 这帘子符 说明这两个是一起的 但是这个核心词 后面 这是摩天大楼一样 充满的钱 相当于赵孙女士 就是最好的律师挣了很多钱 然后逗号 那前面竹卫兵结束了 竹语是lawyers made is value 然后full of money 是兵 所以这时候tempting 那明显是非魏动词 非魏动词加逗号 这个地方表示主动 而且是tempting是吸引 或者诱惑 对不对 所以明显 你现在看到是 吸引了更加多 那这个ever 咱们上次讲到 加比较急一般 就是更加这么多样 对 吸引了更加多的学生 那这时候 对不对 你读到这里 可以确定的点在于 明显是刚才说前面一句话的 因为最好律师 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 来去成堆 进入到这个法学院 law schools 这里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写作文的时候 你不可能是最好的律师 吸引 最好的律师就是个概念 概念是没法发出这种 吸引一些学生的 你只有说是最好的律师 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 或者你这种就是 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 可能会吸引到这个 更多学生 大家这个意思上绕过来 包括在写作文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 还是最好的律师 挣了很多钱 就吸引了更多的学生 来去pile 在这地方明显是动词 因为条面是to pile to do something pile这单词本身 大家记得时候 很好记得 就是一堆 然后一堆的话 你想当成动词 就是成堆的进入 成堆的进入 那这里还有这印度 照顺 成堆的进入 这个法学院 OK 但是还是一样 这两句话 是一个核心 你带在一起 有一个逻辑关系 但是什么呢 很多人进入到这些法学院 大多数的法学院的 这种毕业生 从来不会进入到 这种大公司的 这个工作里 相当于说 毕业生很多 但是很少进入大公司 很多他们的 这个them 还是一样 一句话的主语 是代词 你先看一下 是不是上一句话的主语 那这里明显是 大多数这种法学院的毕业生 instead 反而 那是副词 所以 变成了这种 nuisance lawsuit file 这时候 首先第一点 你不用 你 就我觉得是 你现在要有这种意识 在于 这个instead 是人谁想法 你先把这种 认识的词想 先读对的 是人上一句话 想法 对不对 上一句话说的是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 进入到大公司的工作 他们从来不会 他们从来没有进入到大公司 那这instead 反而 很多人怎么怎么样 那我希望 你要自己现在 脑子里面读到 想一想 这第四句 是在说很多他们 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就是 这个第四句 是在夸这些很多毕业生 还是在 就是 说他们 做得不错 这个大家 你到这种 有些单词 你不认识的情况下 这个细节 你要去想 说白了 是好 还是不好 那明显说的是 他们从来不会进入到 大公司 好事 就全世界都一样 大公司 肯定 可以进一事好的 那所以说 他们从来不会进入 大公司 反而 那你要知道 这个反而 说完就是 他们不会进入大公司 反而去哪呢 那说明这些后面部分 不是一个好事 你先把这件事情 闹清楚 所以 很多他们 却变成了 那种 这个核心词 是 filer 因为 become the kind of 种类 量词 真正核心词 是filer 那这个词 其实 他这个理想 就是那种 file这单词 其实 有文件的意思 对吧 大家千万不要忘 当他作为动词的时候 我需要稍微提醒一下 file这单词 作为动词 是指的是申报 或者是申请 就归档 没有问题 但是 有这种提起 提出申请 送交备案 filer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一般的 法律的背景下 这个filer 或者file 一般就是这个意思 就提起诉讼的人 然后呢 加了这r 就变成了提 就是发出这种 诉讼的人 就不是什么文件编档员 就指的是 发起者 提起诉讼的人 那律师一般 就是提起诉讼 对 就这个意思 再说一遍 提出诉讼 提出申请 宗交备案 这是在 这个法律 这边 这就是我这家说的 你背单词 一定要去记法 背景 这里包括 还是你写的一些例句 对吧 file claim 提出一个什么索赔 提出一个抱怨 提出一个什么 诉状 提出一个 lawsuit 所以这里filer 就是提出那个 诉讼的动词 平常情况下 可能有文件 包括在电脑里面 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你需要 去记的语境 你碰到了这种 就为什么要记语境 或者你就要 在这个环境下 什么意思 因为你在下次 见到这单词的时候 一定是先见到语境 然后你记得的时候 脑子里面就会帮助你 这现在说的法律 法律里面 file 就是提出 OK 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个 niusance 这单词其实说白了 就是 麻烦事 不好的事情 就是一些烦人的事情 所以他这里说的是 lawsus官司 对 他们没有进入到大众词 反而这些很多毕业生 就变成了那种 就是反正很讨厌 那种事情的官司的 提起诉讼者 file 然后呢 这些人 这些file 使得这种 这个系统 变成了一个 非常昂贵的噩梦 这种单词 你不应该认识 你也不需要认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话 目前为止 你只要能把这个语法 识别出来后面 是用来形容 file 你刚才自己 可以推出来 这个file 成的 become的file 不太行 后面其实 再次用语法 你可以办法出来 因为这个file 是发出这个mates 定层句 这个file 没有加动号定层句 肯定用来说出 前面的名字 这个file 使得这种 这个系统 那你 这单词 你不需要认识 但是the 你要判断是 这个系统 就是成的法律系统 变成了一个 make a a是the tool system 对 后面 你要判断 a开始 就是b了 使得这个系统 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 costly 噩梦 说明还是 这个file 是不太好的事情 对 所以 这句话 或者包括 从二三四句开始 其实都在说 第二原因 就是这些毕业生 有一些问题 毕业生也不会进入到大公司 反而变成那种讨厌的 官司的这种诉讼者 反正就是干些小事 而这些小事 使得这个系统变得 非常的昂贵的一个噩梦 这张词稍微提醒一下 虽然说ly结尾 但是它是个形容词 costly 非常昂贵的 然后这些tour 这张词其实你如果可以查一下 就查到的也不太重要了 losser就是官司 稍微提醒一下 因为大家以后在很多文章里面会讲到法律 指的是侵权行为 这是一个法律 非常非常具体的法律用词 所以你只有在法律专业才能用到这张词 然后所以第二段赵斯 你是有很多 还是给你解释一下 很多理由来去抱怨 对吧 特别有很多理由抱怨 然后第一个理由 可能是花费已经增长很快 其实第二段 就第二个理由从第二三次去 最到说到最后 还是在说 这种毕业生变成了这种filer 这个filer 使得这个系统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难以为 说白了 其实也是在说贵 对吧 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噩梦 好嘞 开始 然后继续 非常清楚的一个框架在于下一段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这也是我真心建议大家 你自己在写作文的时候 你把这种句子要写出来 这别人读得很清楚 就是上面说for this 就是上面中这些剩下 就是很多人抱怨美国的这些法律 律师的一些系统 然后呢 有很多原因对于这件事情 所以马上后面 其中一个原因 是这种多余的 excessive 花费对于一个法律的教育 这是明显第一个原因 同时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开始说第一个原因 就 reason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总结一下 就是education 教育 然后后面就是总分了 怎么这个教育有问题呢 或者教育的这个花费成本 仅仅只有一条路 对于一个律师 在大多数美国的州 那美国这个state就是州了 然后后面解释一下这条路是什么呢 你这四年的本科学位 在一些不相关的专业里 逗号 之后 那明显这 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这个逗号以前一群是一个名词 说白了就是degree undergrad 就是本车生 然后后面明显再去逗号病例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名词 然后又是一个三年的法学位 在其中两百者 这个法学院里 这些法学院 因为这里没有加逗号 非同词 张才的 为什么我当然是 你一定要说这条判断词性 这是个名词 对不对 然后这部分应该也是一个名 所以说并列 而且这意思也是一个法律学位 所以这些地方是非语动词 非语动词没有加逗号 是用来形容前面的law schools 这些两百个法学院是被 这个authorized 被这个 这里你这些翻译成 被 授权 被通过 被这个一些 你看后面 被这个美国的bar association 所有授权到 所有这些通过的 authorized 或者管理 然后 这里其实也不是管理 这是批准吧 我觉得这一般情况下 是批准 然后 许可 authorized 对 然后这些时候 这一部分 你首先还是 你要看到大写 这非常重要一些信息 这个说明是一个组织 是专有名字 公司 你不认识是公司 或者一个association协会 所以 第二个事情是 你要在三年内 这里就是研究生 法学位 law degree 在法学院里 然后 刚才现在明显是 一个本科学位 然后一个law school degree 研究生学位 然后后面又一个 继续 A 逗号 B and C C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非常贵的准备 对于bar exam 对于这种好识 这种单词 就是这两个bar 你不认识 但是你也是exam 所以三个 他告诉你 只有一条路 现在你非常清楚 only one path 只有一条路 对于一个律师 成为一个律师 那这for就相当于说 为了一个律师 对 你脑子里面 现在本科 然后law degree 最后还要准备 非常昂贵的准备 对于这种考试 这里咱们是 把这篇句子读完以后 但是稍微大家科普一下吧 就是美国的这个 律师这个职业 他这个 相当于说 律师执照协会 他就叫bar 然后律师协会呢 有这bar exam 你通过了这个考试 才能变成一个律师 这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 你要想当 在美国当律师 必须要过的一个门槛 所以这这bar 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表示那种门槛的意思 你过的那个bar 你就成为律师了 如果大家这个 对美剧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suits 金庄律师的美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里面 应该是所有的美 律师剧 都可能涉及到这个bar exam 但是 我比较喜欢看的其中一部 是这些suits OK 然后继续 所以这条 但是这条主要意思 你不要被后面这些东西 忽略到 我主要意思永远是 there is just one path OK 然后在我 所以这里 还是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教育的问题 然后 这个 这个this 就是上一句话了 上一句话 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里面什么 本科 然后law degree 还有一个非常昂贵的 准备 那这件事情 就会leaves 这里又再次 咱们复习了这件事 在这里后面 没有地方 不是离开 不是留给谁 没有to这些东西 不是留给 所以只剩一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判算出 是等于make 失得 所以或者你可以 这里我觉得 因为后面有个with 你翻译成留给 我觉得也OK 你翻译成make 失得也OK 但你不要翻译成离开 但所以说这件事情 就一条路 就整个你成为 这些律师一条路 使得今天的 平均的法学院的毕业生 这是A Today's形容词 Average形容词 Law School形容词 核心词 Gradury 这种毕业生 B B是这件事 伴随着 10万美元的债务 在这个本科的债务的 顶子上 相当于 这个on top of 这里大家今天 要把这个次数 很好记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说白了 就是在它 基础上 加上它 就类似于咱们 之前觉得besides 所以这的时候 同学们 这另外一个细节 在于 你咱们现在考研的文章 这么多 关于美国的 对吧 所以我之前 其实一直强调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美国 不管你文章里面 知道这些东西 这个可能中国 怎么说的 大 因为还是 可能是便宜吧 或者是学费 没有那么贵 但你要知道 在美国 大部分人上大学 就是美国人 不是留学生 都其实是贷款 奥巴马 大家可以查一下 奥巴马 当了总统 好像前几年 才把他的大学贷款 还完了 就跟他们买房子 是一样 所以这时候 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成为法学院 就是最贵的这种 法学院和医学院 这样 为什么之所以 挣的多 是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 花的就很多 然后所以大部分 都是贷款 那贷款的话 就是 你就能借这10万美元 或者每年的学费 就很贵的 整体加起来 应该是学费 所以你要通过以后 工作了以后 每年还一点 每年还一点 大概这意思 所以一般情况下 本科就已经是要还债了 undergraduate debt 所以现在这种 就是准备 这个法学院 他说平均 law school graduate 就是这个 你在研究生的 这个law school 的毕业生 就有10万美元的债务 然后再加上 他本科的债务 所以说是 相当于赵森一 这个欠了很多钱 然后继续 这个法学院的债务 意味着 他们不得不 来去工作的 令人恐怖的 很努力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 在于 首先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fearsom 是副词 副词用来使用 这个hard work hard 是副词 所以这个fearsom 也是用来使用work 所以你要 这里介绍到 其实说白了 核心还是work hard 那不是说是 就是令人恐怖的 他们不得不 来去努力工作 就是工作到 令人恐怖 这种感觉 OK 所以这段 其实我觉得 还是非常顺的 首先就告诉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教育的问题 但教育的问题 核心的本质 你看到 就是读下来一下 说白了就是贵 对吧 贵以后就得work hard 就非常努力的动作 就是贷款 什么债务 对吧 就是只有一条路 然后非常 还要准备炒事 OK 继续 那 第三段 第一句话 第一个单词 读病 脑子里面再过一遍 是非一动词 还是动词 都有可能 在你往后走 但是这意思 永远不变 是改革这个动作 改革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明显是 上文中说的 整个成为 律师的这个系统 将会帮助 既帮助律师 也帮助他们的 客户的 customers 这一段 开始说改革 第一句话明显非常清楚 sensible idea 这个单词 稍微你记一下 点在于 跟sensitive要区分开 sensitive 就是就 大家你现在脑子里面 想象一下 你生活中 谁是比较敏感 这个敏感 其实 一个是对于一些 什么食物啊 味道很明显 还有就是 这个单词 跟他们中文里面 说的一样 别人说了一下 可能就是反应 非常强烈 这种敏感 或者对一件事情 可能一下 它就爆炸了 它一下就非常急 这种也算敏感 sensitive 其实中文的 跟英文的意思 在这个词上 是一模一样 这是sensitive 所以你想 你现在去描绘一下 she is sensitive to something she is sensitive 然后 但是sensible这单词 是另外一个sense的形容词 你要把它探成等于明智的 或者就是smart 然后我唱 这里这两单词 主要是要去分开 ok 然后 这是第一个 然后 然后往后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不是说 是改革这个系统吗 那一些比较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have been around 这里就是 你需要把这些ideas 跟have been around 在一起 现在就是around 就是周围 但是想法 比较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在周围 说白了 就是有这种想法 就已经被提出了 这种感觉 have been around 然后for a long time 对于长时间了 但是 还是那个点 上一句话 你没读懂 后面 但是 这个周级别的bodies 这里 因为周级别 肯定是在美国 州政府 这个感觉 the body 就是激动 不是身体 这里 全文就没有再说人的身体 所以body 你可以说是一个 就是激动 也就是组织 但是这种周级别 那就是州政府 一些组织 后面 但是没关系 你没有理解 这些body干嘛的 但是应该按照语法读 后面是定统句 前面是body 成的名词 对 the 成的名词 它就加了复述 这个body 后面发出这个govern govern 你需要认的 government 就是掌管 统治 这些body 就是 是主语 然后后面定层去说 这些body 是掌管这个职业 这个职业名叫 就是律师行业 对 所以你要把这个body 看成就是掌管 律师行业的 这些 在州级别的一些组织 或者你就 中文里面 你就谍成是body 但你要知道body 是干嘛的 body 是governed 的profession 这些body 已经是太保守 去实施他们 这个them 首先不可能是body 不可能是body 太保守了 去实施body 所以你再往后 再往前看 一个复述 就是ideas 这样的话 就联在一起了 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有了 而且是很长时间 但是 这种州级别的掌管 律师行业的 这个 机动 组织 太保守 这里to to 这地方是标准 一个to 以至于 不能来去 实施 这些想法 OK 然后继续 一个想法 其中一个想法 是去允许人们 来去研究 去学习法律 作为一个 本车的学位 刚才其实说白了 大家注意到 这些细节没 本车学位 是在一些 不相关的行业 就是说白了 本车 你不能学法 对不对 然后所以这里他说的是 允许人们 来去学习法律 作为一只 本车省 undergrad degrade 然后另外一个想法 对 这个时候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希望你在脑子里 先把这句话 这段话 你自己要 稍微绕一下 因为后面都在说 一只和另外一只 就比较具象了 前面都在说的是refor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中间给你提了一句 有些就是这些 掌管太保守了 以至于不能 就完全试试他们 然后告诉你 其中一个想法 idea 第一个 就是去本车读 然后第二个 开始 第二个是让一些学生 sit for the bar 刚才上面都说了 这个bar是design 对不对 然后今天咱们 implement这单词 我就不说了 今天大家如果你 这个单词不认识 我觉得 你要花一些时间背单词 直接我说的背单词 就是你把这些 考研文章里面 你不认识单词 可能要背一下 而且多花一些时间 这种单词 就是你必须会的 不会 你到这个节目眼上 我觉得 你的英语 就比较麻烦 这种属于就是高中 或者是 就高中单词吧 implement 这单词我主要想提的是 它虽然是ment结尾 但是它是动词 而且是记忽动词 实施一些政策 实施一些计策 实施一些什么策略 都可以 然后另外就是 sit 咱们今天稍微说一下 其实很好记 就是sit这单词 作为动词的时候 就参加考试的意思 就这里是 你可以当成一个记忽动 sit 记得什么什么exam 也可以说sit for exam 这个意思 就很好 就是考试嘛 可以坐那 然后 然后就是你去考试 所以就动词 就sit 但是你看到后面 冰鱼肯定去考试了 但是考试也不一定exam 可能是专用什么什么 Tofu IELTS 这种具体的名字 也可以说sit 所以这里他说的是 另外一个是允许一些学生 来去参加这个 这个 报尔考试 在仅仅两年 after only two years of law school 那这里说的是 在这个 法学院两年以后 而且仅仅是 只有 不是仅仅 只有两年以后 才能参加 那不需要就是 非常着急的 马上 就是毕业的业 就要去参加 对 然后如果 这个 body exam 是一个真正 足够 那就是stir 这单词 是严厉 或者要求别人 那这里我觉得 其实无所谓 你判断出 反正是形容词 因为这是enough 对 而且后面是test 所以如果 它是真正的 一个什么足够的测试 对于一个would be 将会未来的 一个律师的话 还是一样 这都是条件 你看到这个if 矿价展也有了以后 你只要主要的意思 就要说的是 那些 可以来去sit 那这个sit it 就刚才说的 这些board exam 对 那些可以来去 参加这个考试的人 就是 ear 更早一些 不是在两年之内的 其实也应该是 被允许了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 所以这里商业说 告诉你是 他想去让同学们 仅有的两年以后 才可以参加这个 only after only two years of law school 参加这个board考试 但是如果有一些学生 可以来去参加 他更早 那也应该被允许 相当于主要的意思 还是告诉你 不要是 因为这里都是条件 但是核心意思是 两年以后参加这个考试 然后这样 students还是主语 互定义同俱 但是你要知道 students主语 的位语在后面 现在你加了一些 什么样的学生呢 不需要这个额外训练的学生 那这个额外训练 他们说这考试 你要去准备 很贵 你要报课 什么什么的 所以 这些学生 发出recrude 可能就会减少 他们的债务 的删 反正就像是 成都债务 一般用减少这种词 cut 后面是by 就是减少了 三分之一 对 所以这两个 一个是考试 可以多 两年以后 two years after 然后可以减少债务 但是如果可以 你有能力 也可以提前考 对 所以这一段 再说的是改革 这个核心 第一句话 就是非常标准的总分 这边文章 reform the system 然后会帮助 继续 然后刚才大家注意到没有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其中一个原因 就这两段 放在一起说 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 教育太王贵了 所以说改革 这个系统将会帮助 那这个改革 明显是说 这个教育改革 里面说的什么考试 包括一些什么 其中一个是 这个 允许人们 作为本科学习 对吧 另外也是 两年以后才来考试 所以这都是说完了 这两段是一个意思 再往后 那the other reason开始了 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教育 现在你真脑子里面 非常清楚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说 为什么这些花费如此高 那明显要把这reason 和意思连在一起 就是reason特殊的定义从具 用外引导 修饰这reason 或者这些定义战争是 同位从具 我觉得同位从具会好一点 因为后面是完整剧 所以就是reason 不是做任何成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具有限制的 guid like 首先这一点 对于你 其实 首先你不要看错 你这guid不要看成guide guide是g u i d 就知道 这是guid 然后这里加点like guid一样 像guid一样的 ownership 节奏 这个单词你不认识 你不应该认识 你不需要认识 但是你往后读 他说另外一个原因是 这个名词 核心 意识的后面的核心比喻 就是这个 有限制性的 说明它是贬义的 对吧 不好的 像这个guid一样的 一种所有权的节奏 对于这个行业 这时候你要知道 核心单词是谁 核心单词是ownership structure 这些都是形容词 所以 它的如此高的原因 就是这种所有权的节奏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公司呗 只有公司有这种所有权的节奏 对吧 刚才上文中说什么big firm 就不 对于这个the business 这个行业 就是还是律师行业 那所以这个guid like 你这里像什么一样 你读懂 往后读 没关系 咱们等会再回来 所以他就是说 这个节奏 说白了 公司节奏是有问题的 就是它的有限制性的 他说除了在district Columbia 那这district Columbia 就是DC了 咱们中文 经常平常说的DC 就是华盛顿DC 就是美国的首都那些地方 但他说除了在DC这些地区 不是律师的人 是不能够拥有 may not 不太可能拥有任何的这种份额 对于这个律师公司的 所以这时候 你不管这个guid like 它就具体什么样子 后面你解释的是 首先第一点是 非律师不能拥有股份 对于这个法律公司 然后呢 所以还是一样 this 就是上一句话 非律师不能拥有股份 这件事情 会使得这种费用 fees 非常非常高 和创新很低 作者就开始决定说 这件事情不太好 使得这些fees 这里这些fees 那不可能是 这些公司运营成本 而再说的是 律师的这个收费 这个fees很高 然后同时 也有一些压力 是对于改变的 从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有一些pressure for change 有一些对于改变的压力的 但是都好后面日子在 所以说这句话说完了 就没说 但是后面主要意思是什么呢 反对者对于变化 那这句话 主语是opponents opponent后面 这些反对者 在这些监管者之中 regulators 所以你要把opponents 跟insist发出 among 解释短语 但是这些反对者 坚持认为 insist 我们再说一遍 insist的是坚持认为 对不对 坚持就是 坚持你的意见 坚持你的观点 persist 它是咱们平常说的坚持 就是你坚持做一件事情 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这里说的是 但是 虽然说是有一些改变的压力的 但是 这些反对者 却坚持认为 后面一半这种句子 所以这里横称了 就是动名次主义 从句里面一般 一句话的第一个单词 是动名次 说明就是动名次主义的 使得 他们坚持认为 使得这种外人 就是Alof 从这个 一个法律公司出去 就不再这个 把他们保持在外 是吧 动名次主义 把一个外人 这些外人明显就说的是 non lawyers 非律师 其实是会把这些 就把这些外人 阻止到一个公司以外 会株立这些律师的 从哪里株立呢 从这个压力 来去挣钱 这个pressure之中 孤立出来 说白了就是让他们 不要有挣钱的压力 这是这个 反对者坚持认为的 就让他们 就不要有这个挣钱的压力 而不是 rather than from the pressure to make money 所以这里相当于说 rather than serve clients ethically 就有道德的 对不对 那也就这里相当于说 这个make money 和rather than 两个 是并列的 就是说 这个压力 是哪些压力呢 挣钱 而不是 道德 就非常道德的 来去服务于这些扣 所以这句话 告诉你 这些反对的人 opponents 坚持认为 让 外人 就 在这里keeping keeping outside 不是动词 keep doing 咱们再复习一下 keep doing 这才是 保持做模式 就是somebody keep doing 对 这里我给他写一下 非常重要一个词组 再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你不断的复习 再去达到一个熟练度 somebody keep doing 什么都没有 keep doing 就是持续 但如果你现在说 somebody 或者something 或者是 就是something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那这才是阻止 所以 现在这些地方 就是 这里都是 keep somebody out of 那就指的是 让他远离 让他保持在外面 所以 保持这些外人 在一个法律公司外面 会 把这些 律师们 孤立 isolate 孤立 关键 咱们平常说孤立 把这些人孤立 在这里他有兵语的 孤立 这些谁的 isolate 一般from from the pressure 来去挣钱 而不是 道德的服务 说白了就是 让他们不要 孤立于 把他们从压力中 孤立出来 就是不要有 挣钱的压力 就能看到 所以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反对者 对于 让 非律师人 不当公司的股东 所以这一段话 其实非常简单 告诉你第二原因是什么 第二原因是他的 ownership 为什么 因为现在 non lawyer 不能 有份额 对吧 然后反对的人 他是这个意见 反对的人是这么想 然后但是 作者觉得 这件事情 会值得 使得 他这个fees 非常的高 然后创新是很慢的 继续 最后一段 事实上 允许 还是在说 这两段 最后两段 都在说第二原因 事实上 这作者觉得 允许这种非律师 来去拥有股份 在一个法律公司 还是一样 allowing 这些话 多民族主义 发出这些误物 允许这件事情 将会减少成本 和改善服务 对于消费者 那豆豪 虽然这里后面 前面豆豪 by doing 也是一样 咱们讲了一万次了 by doing 用来做壮语 所以这里 by encouraging 是用来减 就是reduce value 和improve 怎么降低 怎么提升服务呢 通过鼓励 法律公司 来去使用科技 和雇佣 职业化的 经理人 管理者 来去集中在 改善 这个公司的效率方面 所以后面 这by doing 非常经典的 用来修饰 减少成本 和改善服务 那是用科技 或者用这个 来去雇佣一些 职业经理人 对吧 去集中在 提升这个公司的效率 那这些效率 就是工作效率 OK 所以这些作者觉得 还是 你允许这种非律师 来去拥有股份 是好的 因为可以减少成本 提升服务 那毕竟 在其他国家里面 比如说澳大利亚 和英国 那主语是 other countries 毕竟在其他国家 都已经开始来去 自由化他们的 这个法律职业了 法律行业 美国也应该跟上 所以这些作者觉得 美国应该跟 这些其他国家一样 来去liberalizing 自由化 这个法律行业 OK 这篇文章 我个人觉得 这个框架非常清楚 就是 第一段 告诉你是 美国现在 这个很多 关于法律的抱怨 对吧 client's complaint 然后第二段 告诉你 就是现在 在美国花费很多 就是为什么抱怨 因为就是 在美国 你要请律师 花了很多 同时 就很多这种graduate 现在也去不了 这个 大公司 所以变成了 一个非常昂贵的 一个噩梦 还是在跟你解释下 为什么抱怨多 然后开始 下面四段 分别分两段 给你解释一下 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 这是不是标准的 一个总分 这是一个总 对吧 然后后面的四段 都是 原因一 reason one 然后后两段 reason two 分原因解释一下 原因 然后怎么解决办法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 就进行分开解释 OK 所以当你把文章 读到这个份上 咱们开始 作题 第一题 他问你是 这个 很多学生 来去take up law 那现在拿起 这种法律 作为他们的职业 是因为 这里 原文中说到一个 很多人 要去 pile into 记不记得 又使更多的学生 来去挤进 这个法学院 让尚文中说的 最高 最好的律师 是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 OK 那这句话 咱们再读 他说 原因是在于 due to 因为 因为这种 逐渐增长的需求 来自于客户 文中没有说过 来自于客户的 需求 对不对 B 逐渐增长压力 对于通货控制 这也没有说 C 记得前景 在大公司里工作 这个好像看似是对的 但是原文中人家说的是 你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挣钱 人家说的是 挣了很多钱 又使更多人来去 这个 选择法学院 那也不是在大公司里工作 大公司里面 就可能会挣钱 但不一定 没有明说 你再看D 是这些信力 对于这些金钱上的回报 那这明显是挣钱呀 所以只能选D 对吧 OK 27 第二题 他说 下列哪一个选项 增加到了 这个法律教育的成本 花费 在大多数美国周围 那这个时候 同志 就这段明显在说的是 这部分 仅仅只有一条道路 对于这律师 首先一上来 它是四年的本科学位 在一个不相关的专业里 然后呢 是一个三年的法律学位 在其中一个两百者 法律学院 然后呢 这法律学院是被这个协会所认识的 最后一个是非常昂贵的 准备对于这些考试 这里人家说的是 Expensive Preparation 准备这些考试 需要花很多钱 那这个时候咱们赌 第一 更高的这个学费的费用 对于本科学业 人家说的是 本科其实是不相关的 Unrelated Subject 所以这些话里面 这本科学费 反而是没有增加到 这个Legal Education 因为本科都要上的 对不对 本科是不相关的 所以没有增加到 这种法律教育上 A B 他说是 追求一个学位 Bachelor Degree In Another Major 那这里有一说一言 我觉得是 可能出题的人 他原文中 其实说的是 一个 严格意义上来 我的认为 是刚才我讲的时候 是说的是 研究生学 一般在法学院里面 大家去上完本科以后 然后是Law School 这部分 是在说的是 法律学位 三年的一个法律学位 在一个法学院里面 那这个时候 而且是另外一个 就是专业了 这个时候 我感觉 要不就是出题人 觉得他这里还是一个学士学位 相当于说你是 重新来去学了一个法学院 作为一个学士学位 这里 而且是在另外一段 也就跟原文中说的是相符 只不过是我跟大家说 这里 在我看来是一个研究生学位 但其实是法律学位 算是一个学士学位 最起码这句话 或这题目 是全文中 是相符 然后你再看C 如果你不确定 C的话 B的话 是录取的批准 来自于这个 法律学位 那明显 这些录取 怎么可能收费 你考过去考试 人家准备是收费 对 然后D 接受训练 被职业的一些学会 那也没有说 没有说我接受训练 对 参加了考试 你就可以成为律师了 哪怕你接受一些训练 但是原文中 没有说我 receive training by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所以这里应该是B 就是只能说是ACD 都是错的 然后这B 这个bachelor degree 我得可能稍微了解一下 可能这个法律的法学位 它其实沿着一上来说 还算是一个学识学位 All right 然后28 Hindrance to the reform 这里这个 首先一上来 这个单词 我其实不太多 咱们讲了这么多 很少这种题杆里面 有这种词 但是你要判断出 原文中说的这种改革 但是你要判断 这个Hindrance 这是名词 名词也就是 整个题目的主语 这个名词你不认识 这个东西对于 因为兔还是箭头 对于改革 在法律系统里面 这个Hindrance 你要判断出来 是来源于 发书中 那原文中 同学们 说到改革 一共就这么几句话 第一 首先说改革 就是很有用了 对吧 然后这种合理的想法 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 这个掌管这个职业的 机构 是非常的保守 然后来去试试他们 其中一个想法是这样 另外一个想法 这都不说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债者 说明原文中说的是 教育债者 另外也是股权债者 你可以不允许 非律师来去成为股份 股东 然后这里说有一些 压力来去变化的 那这其实也是for 这个变化 对于否定的人 反对的人觉得 让他们可以免受这些压力 好 那这时候 你至少你要读到的是 这个东西对于改革 原文中其实没有说支持的 你说的是反对 这三次 hindrance 阻碍的人 是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 那这时候 A 他说 非职业的 职业者的 非常尖锐的批评 从来没有说过 非职业者的批评 这篇文章 B 律师和客户的 强烈的一个抵制 resistance 这里这篇文章中 也没有说过一些什么 就是 客户的 强烈抵制 关于改革 对吧 可能第一段说了 一些客户很多抱怨 但是关于改革方面 从来没有说过 客户的一些意见 C 这种 rigist 私办的一些机构 来去掌管 这个 管理这个职业 那不就是原文吧 对不对 这里是真原文 一些字都不再变了 对不对 govern 说的是 说改革 这里 but sensible ideas have been around 但是这些机构 州级别的这些机构 什么机构 掌管这个职业的机构 是太保守 以至于 不能实施他们 那不就是 rigid 比较死板的这种 机构 掌管这行业 对不对 C alright 然后这个stern exam 人家传闻中说 如果你有能力 过这个好事的话 你可以这个 提前考 继续 那这个股权的节奏 guild了 这个词咱们 其实刚才我没有讲过 忘了讲 guild的这种词 表示的是 就是用 同行协会 这里 is an organization of people who do the same job guild light 指的是 你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协会里面 这个机构里面 所有人 只能是做一样的工作 所以刚才这么说 是非律师不能拥有 这种 一个公司的股份 那也就意味着 里面拥有股份的老板 都是律师 所以这不就是 统业的一些 就是里面所有人 都是干一件事情 那只有人 guild 有些其他翻译 行业协会 什么什么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只有是 做这件事情的人 其他人是不能用股份的 guild OK 然后 这是这单子 这里他说 在律师行业里面 这种股权节奏 其实是被认为 是限制的 一部分上 是因为 那原文中 其实说了几个事情 对吧 现在限制是 降低这个创新 然后会把这个 行业的费用提高 那 还有什么什么 这个 还有什么 就使得这种 非律师人士 反正不能去 最后一段 是不是说的 你使得这种 非律师行业 去用股份 其实好的 可以用来很多事情 降低这么成本 什么提升服务 那他现在不让 这些人进来 OK 然后咱们看 阻止 一部分是 被认为是限制 is considered 后面这些价值 形容词 被认为是限制性的 一部分上是因为 那这些 明显是这些节奏 因为这些节奏 会阻止律师 来去获得一些 合理的 应得的一些利润 这里 没有说过利润 这个单词 全文中 也没有说 会阻止律师 得到一些利润 对吧 就没有说过钱 你去前文中说的 最好的律师 挣了很多钱 但是没有说过利润 没有说过这个 也不是在说的 就是结构 那一段里面 那一段里面 就没有这个利润 这个单词 然后 B B他说 还是 keep lawyers from 这里 他们刚刚说了 keep somebody 阻止律师 来去持有 法律公司的一些股份 那这不是相反的吗 人家是原来是 文写的意思是 只让律师成为 法律公司的股份 持有 这里为什么是阻止的 OK C aggravate 恶化了这个 道德上的情况 在这交易里 这一段 有但凡说了一个道德 但指的是 让这些律师 免受这压力 再去挣钱 对吧 而不是这种 道德上服务 这个 客户 但是从来没有说 我这篇文章 还是你要把题读准 人家说的是 股份 就是拥有这个结构 会怎么样 但是这股份 这个结构 不会恶化 这个 道德的情况 反而是提升的 因为他们觉得 对吧 是 你不让这个 让这些律师 免受这挣钱的压力 所以说要去服务 道德上 更好的服务客户 那所以说是不是 aggravate 这篇词 大家还是可以记一下 aggravate 就是把它导致变得更坏 对不对 然后这篇词我建议大家 跟这个 deteriorate一起记 deteriorate 这样都是做好 把这件东西搞得更杂 搞得更差 OK 然后D 他说 这件事情一定上是因为 禁止外部人员的参与 在这个行业里面 那这不是 最起码是 原文吧 因为他就 被认为是限制 不让这个外人来去参与 不让外人参与 外人可能会带来一些 更好的事情 对 只有这一个是原文中提到 这些都没有说过 特别这些C 原文中说的反而是你去 更好的服务 更有道德的服务 而不是aggravates 好 三个题 在这个 就是文章里面 这个作者 他说的是 主要讨论 meanly disjustice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对 就是说白了 你对于一个 全文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 创架 对 全文中一个 总体的创架 是在说 咱们正在说 一上来就跟你说清楚了 现在美国的这些 客户抱怨很多 对于律师行业 然后反正是花费很多 然后反正毕业生 也不太行 所以后面 都在这里说的 原因一 原因二 那整个这篇文章 就是这些 在画的非常大的总分 对吧 总不就是主要意思吗 就说这些问题 就第一个原因 和第二个原因 分别怎么解决 或者是分别 这个原因一是什么 怎么解决 原因二是什么 然后还能怎么解决 OK 那这个时候 你看到后面 先猜ABCD选项 对不对 你比 对不对 这里 你别看这ABCD选项 四个词非常长 这时候就考验 你能不能在语法上 你先读对了 ABCD 我给大家稍微 大家现在读这种考试的时候 你先看一下 这ABCD分别是单词 还是句子 如果是句子的话 那你要读到猪卫兵 如果是 一般都是名词 那你要找到 那个主要名词 那大家稍微一看 其实你会发现 ABCD都是名词 所以说这时候 你要找到那个核心名词 你看一下这篇文章 是不是讲那个东西 A 他说是错误的拥有制 对于法律公司 和它的原因 那原文中提到拥有制量 但是不是原文中 主要讨论的是拥有制 对不对 B 这篇文章 作者是不是主要讨论的 一些因素 这些因素 我觉得 虽然说这原因占大部分 但是有可能对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 后面说 这些因素会帮助使得 就是帮助做成 或者是形成 一个成功的律师 在美国 所以 全文中是不是在说 这个帮助成为 一个好律师的一些因素 那全文中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律师 应该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或者再做些其他事情 但是原文中说的是 这些问题 然后原因一是因为 这个法律教育 花费太贵了 对吧 第二个说的是 这个股权制的 拥有制的有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说 做成一个成功律师的一些因素 然后C 首先一上来 这个问 或者咱们先看D吧 D一上来 它是一个角色 对于本科研究 在美国的法律系统 从而这角色 我感觉我就不会选 这篇文章不是在说角色 是在说问题的 问题是不是 A problem 在美国的法律行业 和对它的解决办法 那这篇文章里面分别说的原因一 其实里面就会有解决办法 对吧 就是怎么来去 这个教育费用降低 然后原因二是因为就是股份 但是怎么解决 让这些非律师参加进来 所以这篇文章不就核心 在讲的是问题 第一个核心名词 第二个名词是 Solutions 就是原话 C OK 今天这篇我觉得还是 读起来比较轻松的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学到一些东西 欢迎大家三连 然后评论 发弹幕 感谢你们 希望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来到B站干货之王挑战 讲完所有英语考验的视频 环节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2012年的Test4 然后今天的文章 可能给2012年四篇文章 收支尾 但我同时 同样觉得 好像这一年 没有那么的强度大 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相似的事情 但是今天 这篇文章里面 会讲一些非常重要的生活的常识 这些常识 会在你以后的文章之中 或者是生活之中 会遇到一些东西 今天我觉得这反而是重点 因为你在以后的文章里面 肯定是以后的真题 不一定在你几年考试会碰到 但是以后的几篇里面 你肯定会见到这些逻辑的 好 All right 谁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文章 那以上来第一句话 其实就是我想说的 说一下这些Union If the trade unionist 这个Jimmy这个人 还是活着的话 在今天 这是标准的一个 正常的虚拟区 就是War 在这里是在今天 如果他今天活着的话 那这里其实我画上去 不是想讲这个虚拟区 而是想讲这个Union 这词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可能 大部分人从于是学生吧 对于这个 工会这些东西 你怎么看 或者具体的认知 是什么 那如果长话短说 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去描绘 在英语里面 或者国外的工会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跟老板 对抗的一个组织 老板是就是反正发融资 或者什么 就是创立一些公司 但是工会是把老板的 对立面员工们 团结在一起的一个组织 比如一般在一个公司里面 前几天不是那个苹果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 就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个 当地苹果的员工 一起组成的一个工会 那这个工会 那肯定是跟老板对着站的 为什么 因为他会跟一些工人 就是争取一些福利 争取一些反正的事情 然后老板可能不愿意 对吧 然后双方之间就会产生一些 就是谈判或者 所以最简单的事情 你要把工会跟老板 看成对立面 工会是站在这个员工的角度 老板是站在老板的角度 这是很重要的逻辑 然后再往后 所以他这里说 如果这个是贸易 工会主义者 这个人还活着的话 今天他很可能将会 不是将会很可能代表 sail servant 这里是咱们今天 再复习一遍吧 现在英文里面表示 这种公务员 唯一的一个说法 sail servant sail servant 这单词前几天 他还说是有文明的 对吧 就非常礼貌的感觉 civility它的名词 这也没什么说的 那可能这个 公务员 其实中国的人数会多一点 因为很多行业都有 就是这个行业 但是公务员在国外 其实倒是 因为大部分还是私企 但是sail servant 就表示为了政府 一些机构工作的一些东西 好吧 然后再往后 所以这句话 你读完了以后 你要知道的是 如果他今天活着的话 他会代表这个 公务员 那也就意味着 其实相当于 这第一句话 就是你说 现在这个公务员里面 很多人都想成为 或者都想来去建立公会 这就大家可以 盖着到吧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还是国情都不一样 国外是公务员 公务员是为国家服务的 但是公务员也会组成一个 类似于公务会的 这么一个事情 那就是如果是公务员的话 那公务会 就是代表公务员 他对抗的可能就是 政府的一些公务 我也不是对抗 就是跟政府这个机构 或政府的一些 就是工作的地方 来去形成一些对立 大概是这样 所以很可能会代表 这个公务员 当这个人的 那这个T 你要注意到一个细节 在于这是大写 那说明他是他的公司 或者他这里说的是公会 商业 公会主义者 可能这是这公会吧 当他的公会 在他的鼎盛时期 在1960年的时候 仅仅只有一个 那这里 1 in 10 10分之1的美国政府工作者 是属于一个公会的 这是刚才我说 现在大家还是把他带到 哪怕是公务员 他也可以形成公会 然后这里 咱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是这个prime prime这个词 首先 它是有形容词的 形容词和名词 都表示这种最佳的 最佳状态 或者 就是说白了是best 然后这件词 如果特别是 咱们现在今天见到的祝福音大配 in one's pride 去云莱形容什么 运动员是最常见 当运动员在他的巅峰状态的时候 in his pride in her pride 就 最佳状态 鼎盛阶段 in one's pride 所以这里说的是 当他的 这些 teamsters 在他的鼎盛时期的时候 在1960年 只有一个人 一个美国 这是美国的政府工作者 属于一种怀疑 但是呢 现在36% 那这里这些度是非常清楚 是并列这些belong 那这里这些belong是过去的1960年的时候 那现在呢 现在是 对 alright 继续 然后 那 还是一样 这句话是不是就具象了 具象是为什么 为了 第一句话服务的 第一句话照顾 你现在很多公务员是 公会代表的 所以马上给你举个例子 1960年只有十分之一 现在36% 然后继续 在2009年 这个公会主义的数字 数量 那这句话的主语是 the number the number 然后是unnumbered 而不是量子 后面的那次的主语 那这里说的是数字 在这个 就是公会主义者 在美国的公共行业 这个数字 past 对不对 这里非常重要的细节在于 past是位语 对不对 但现在核心兵语 是that 因为后面就是off 能用来形容这个that 那这时候你要 首先你不要着急去读后面 你先要理解到底 这个就是that 是来代替谁的 因为说的是 超过了 他们fellow member 就是同样的成员 在私人行业的 that 这里整个核心兵语 这么长的词 就是唯一核心词 是that 所以这里that 明显代替的是 上文中书的一种 你一定要去上文中书 这里很明显 我希望你可以带到 是公会主义者 或者是 整个这个that 也不可能 我觉得代替 number 它本身也是带有着这种 因为说这是 公会主义者的数量 所以整个现在这句话 应该说的是在2009年 公会主义者 在美国的公共行业 超过了 他们在私人行业 就是fellow member 也相当于说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fellow members 可以理解成unionist 因为这个fellow member 就是同样的人 或者我的同胞们 我同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that 单独看成是number 一样的意思 所以在公务行业的 公会主义者 超过了40%行业 那什么叫public sector 就是公务员 所以国家会为整个 这个公众服务 so service 所以第二句话 相当于两个例子 这句话跟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一模一样 就告诉你 就是现在公务员 有很多公会主义者 然后继续 再是一个句话 在英国 超过一半的公务会 行业 public sector 工人 but only about 这里 就是我想跟他说 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感觉很多同学 可能会读上 not only but also 但是你看清楚 这里不是but also 是but only 也就是说这里 超过一半的公职人员 more than half of public sector workers 这现在前面是一个名字 超过一半的 公务行业的公务人员 但是 仅仅只有 百分之大约 15的 私人行业的工人员 那这个 once是代替 walkers 也就是先面 目前为止 我希望大家看 这一群 你可以看到 是两个名字的并列 第一个是 这一部分 然后呢 但是 只有 这个only是只有 about在数字前 咱们再讲到里面 是大约 仅仅只有 大约15%的 私人行业的工人员 然后这两个超过一半 但是只有15%的工人员 私人行业 是被工会化的 这只细节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读清楚 读词信 再说一遍 没有词信就没有意思 只有有的词信才有意思 这里判断出来 more than half of 就是量词 public sector workers 然后这个but 是转折的意思在于 这里就是一半 但这里只有15% 这是一个两个名词的并 名词并列也是可以用but的 不光是只有and or也可以 but and or 这三个词是意思 词性完全一样 不是意思不一样 但是词性是完全一样 你可以说a and b 你也可以说a but b 你也可以说a or b 所以第一段 其实非常简单 就因为后面三 就是你现在在读这种文章 你一定要知道 它说什么 那明显后面三句话 都是例子 例子是这样吗的 三个例子 例子都是为了解释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说 现在 civil servant 公会话了 没了 ok 然后继续 第一段 然后马上 第二段开始 第一段以上 there are 有三个原因 对于这个公共行业 公会的繁荣 那这里 还是 我昨天也像这种段落 你整个直接分 就是 总结第一 这一段的时候 就非常简单 公会话 现在公共行业 公务员公会话 的三个原因 three reasons 然后你开始 就接着一个一个读就行了 第一个 他们可以来去把一些东西 关闭掉 那这些类肯定明显说的是 public sector unions 就是公共行业的公会 可以把事情关了 然后without 咱们再强调一遍 一般情况下 后置都是做壮语的 也就是用来形容 对话的位语 shut down 怎么可以把这些事情 关闭掉呢 在不会遭受 太多的情况下 你先别往后读 你先把前面读懂了 without suffering much的情况下 可以把事情关了 所以说 这些公会很有用 然后后面 in the way of 表示以什么什么的方式 那现在这里 还是一样 in the way of 就是以这个方式 来做一些事情 那还是做壮语 但是这个壮语 就不是说 前面的这个 shut down 因为现在这个壮语 是在这个 借词短语里边的 这个suffering 这也是个动词 无非它动名词 也就是说 说来形容suffering 那后面说的是 这些公会 可以把事情关闭 什么情况下 关闭呢 在不会遭受 太多的情况下 怎么 什么情况下 遭受太多呢 以这个 后果的方式 遭受太多 在这个情况 他们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 这种情况下 公会可以关闭掉 这时候你脑子里边 上次绕一下 说白了就是 这些公会 可以关闭一些事情 但是不会遭受太多结果 就这么讲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马上第二个 second 公会 还是一样 第一句 就一句话的主语 是代此 they 那应该是上一句的主语 上一句话也是they 那就是再上一遍 unions 然后这些公会呢 是大部分都是 bright 聪明 和受教育 那是没什么说的 就是说白了 这也在 应该是公会里边的人吧 对 然后马上 culture of American 就是举例子了 第二 说的是受教育 和非常聪明 四分之一 美国公共行业的公共人们 是有一个大学 文凭的 大学 degree 这标准的距离 OK 第二 然后第三者 they 还是这种会 现在已经主导了 左到右 的政治 那这里 我们今天 另外一支细节 left of center 你们们 那说白了 其实就是中间的左边 那 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逻辑 这类于英美政治 英美政治里面 一般分成左和右 这就 我希望大家 以后的文章里面 一会儿会说到 再到这些点 下次可能反应快一点 就是 包括在英国 咱们就这里先说 其实英美是一样的 就是 左 咱们说left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 是代表群众 然后呢 代表群众 那就是为了 群众来去 做出一些什么 福利 谋求一些 什么权益 谋求一些事情 对不对 如果在美国的话 你要知道 是哪个党呢 是民主党 democratic 就现在 拜登 那个党 然后呢 关于 有些情况下 经常是在 这个 税收方面 以后很多文章里面 都会关于税收 那关于税收 这方面 你要知道 这些人肯定是 希望增加税的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 不是增加 他们的税 因为很多人都是 在那种税务线 以下的 他是想需要 给企业加税 给这个富人加税 OK 然后这是 左 他站在群众的角度 那右 那就是对立面 他是站在什么 站在企业 或者精英 大战略 我是笼统说一下 肯定 精英 然后同时 在如如在美国的话 就是川普那个党 Republican 同时 那明显 在税收方面 川普 是提倡 减税的 给企业减税 给富人减税 那这里 首先 我希望你可以盖到 就是虽然说 在座的各位 才能大部分 都是觉得是 你这么说的话 像左比较多一点 咱们就是平民到外信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右侧的这些东西 它不是没有道理 比如说这篇章 咱们一会读到 就明显是站在这右侧的 站在就是右边的 为什么你要知道 就是特别咱们这种 来减税的事情 就川普希望给这个 你看似给这些 她的富人 给他减税 或者给企业减税 但你要知道 为什么给企业减税呢 是因为企业减了税以后 企业就可以 有更多的钱 来去招人 有更多的钱 来去扩大投资 有更多的钱 来去就业 增加就业 那这样的话 其实大部分老百姓 也是生活可以正好 就是站在这个角度 能知道吗 他不是说 就是给那些 就是老板们 钱就更多了 不是的 他公司减了税以后 公司又可以 更多的人可以招人 招了人以后 那可能相当于说 就是老百姓 反正也会受益 大概是这原理 All right 然后 是稍微一点细节 所以他这个地方 你要判断出 他说 现在这些工会 那明显工会 是特别在公共行业 公共行业 占据了这个 左派的政治 All right 然后继续 一些他们的这个关系 已经主导了 左派的政治了 那就是一些这种 现在工会里面的关系 Go back 可以往前推很长时间 可以往前 就关系很厉害 对吧 推很久 马上 举例子 具象 英国的工党 as its name imply 正如他的这个名字 所暗示到的一样 这个as在这里 明显是 连此表示正如 imply 暗示到 那因为工党嘛 工人阶级的党 所以英国的工党 是这话的主语 正在这 英国的工党 已经很长时间 被关联 associated ways 和贸易的工会了 就是告诉你 为什么左派 左派是工党 英国的工党是左派 然后站在这个工会的一面 站在这个工人的一面 同时继续 他现在的这个领导 那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工党 上一句话主语 上一句话主语 上一句话主语是英国的工党 他的现在的领导是这些人 然后所以 Leader和Oath 站在一起 然后这个单词 咱们今天要说一下 就是这单词 怎么说呢 如果你要看他 还是说白了 你要跟他的兵语 放在一起 如果这单词后面是钱 那这是第一个意思 是欠 就一般都是欠 欠别人钱 或者是 You owe me a favor 欠我一个忙 就 欠了你别人一个 给你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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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对 就是 You owe me thirty dollars 你欠我三十美元 那这只能是钱 所以你一定要看他怎么用 这是极不动词 然后呢 这单词 另外一句是 怎么说 比较常见的 是 O 比如 somebody O O something 而故意搭配 You are to some 就是A吧 O A To B 那这时候 你可以把它继承 把A 归英语 B 或者这里其实也是欠 就是你 你欠这个A 的一些东西 然后来去得到的这个B 就相当于说 我得到了 我把这个A这件事情 归英语的B 这里我建议大家还是 要是绕不过来 你就继续是 估计搭配 就它一般都是估计搭配 就是 就是O A to B 把A 归英语是B 然后 这是第二 第三个 另外是这么用 O in to 那这里 当然大家可以看看 借次 借次次度 那就等于 because of 这里我专门写的是 because of 不等于because because是连词 because of 它是借次 所以 那这里 他说 现在他的领导 Oth 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就是领导位 然后后面是to 所以这里是归英语 就是现在他的领导 把他的这种 现在当成领导 这个位置 归英语 投票 这些投票 就来自于公共行业的 公会 所以告诉你 这些人 之所以能当领导 就是因为公会的这个支持 所以还是告诉你 现在英国的工党 就是公会 这个占据 第三个原因 所以这段 同学非常简单 三个原因 你自己可以 一 是什么 可以关东 关事情 关闭一些事情 不遭受后果 二 受教育 三 就是占据的 政治 左派的政治 继续 这两段同学 一上来 就告诉你 就是非常简单的 两段读起来 非常思路明确 第一段就是现象 现象公共行业 公会很盛行 第二段 为什么 然后再往后 at the state level 在这种 这里应该如果是在 美国吧 你后面看到 加利福尼亚 应该是州 如果在英国 就是国家了 在这州的级别 他们还是说 公会 公共行业 公会的影响力 可能是甚至 更加令人恐怖 这里你就从 这个fears song 你也可以读到 这个作者是站在 这些公会的对立面 不然的话 他就不可能用 这个fears song 很恐怖的 很可怕的 对不对 他的影响力 这个人 是这个 中共 关系 我公共策略 激咒 对加利福尼亚 这是激咒 大写 所以这些人 你要真 破分枪 等在一起 这些人指出 这里你就不用读后面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自己 要有这种概念 就这句话明显 他们的影响力 是增加的 令人恐怖 然后马上 具体一个人 这些人指出 那你猜后面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这里我在 我想让他强谈 这不是技巧 这就是逻辑 这就是 你读到这里 你还猜到 就是正常人 都是写 上文中说 他们的影响 上一句话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非常可怕的 然后这些人就指出 而且这些人 还是public policy institute 所以后面 你哪怕这时候 就是你如果 后面没有读懂 但是你要按照 这些网子 这个逻辑 要去推 那明显 这些人指出 就是他的影响力 可能是比较可怕的 我已经取的例子说明 总而言之 是明显的 为第一句话服务的 这些人指出什么呢 大部分这个州的 预算budget 都是被 巡逻的 被这个 供会 那这里我之所以就 我就翻译成巡逻 也是因为 你如果 这段次需要记 就表示巡逻 或者巡查 检查 而在这里 你如果做翻译 就能翻译成 他们的预算 是被检查 被监督 被监转 这都OK 但是这里 如果 你现在认识 我觉得 大家在读的时候 你没必要太纠结 这意思明白就行 OK 然后 那是不是这样 我说的 他们大部分 这个州的预算 都已经被 公会所 拿捏 对吧 所以监管 那是不是在说 他们的影响力 增加的令人恐怖 例 那这是我说的 就是哪怕你没读懂 你要往这方向去靠 然后 The teacher 那这里 The teacher's unions 就是老师们的工会 Keep an eye on 就是把眼睛放在上 就像那样监管 就是顾虑搭配 就不说了 The schools 这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有个票 S票 或者票S 你看这里 一个S票 就指的是 老师们的工会 在去监管 这学校的预算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工会 这属于 你要判断出来 前面是不是主位兵 Teachers unions 主意 然后 Keep an eye on 顾虑搭配 词读 是动词 然后school 就是学校的预算 主位兵都用 所以说 同时这类组斗好 那也就意味着 后边 不可能再加一种完成 除非有并列 那这个时候 你先判断出来 第一点在于 前面是 Keep an eye on 最终的解释是 on 然后同时这里 The CCPOA 这是大写的 那你要知道 这里明显应该是 或者你判断出 这是on person 就一般说 在监狱里面 是in person 在这里有着on 我希望大家可以快速 就是用你的经验也好 或者你的 今天你知道也好 你可以判断出来 这里其实是 动词的并列 但是把动词省回到 所以说这个是 CCPOA 也是一个 其他地方的工会 这个工会 是keep an eye on keep an eye on prisons 就是说 这个工会 是监管着监狱的预算 那如果你把这两句话读到 第三句很简单 然后第三者 还有同时 以这种这样 劳动力的组织 是在监管着 医保的预算 那这三句话 其实理论上 是三句话的并列 是可以的 然后同时 这三句话 都用着同样一个位语 所以把后面两句话的位语 都省略掉 只留意着最后 就这介绍 所以这句话 也非常简单 就这个作者开始说了 他们在这个 州的级别 州 的影响力 也很大 而且恐怖 然后继续 那在很多发达国家 平均工资 在这个州的 在不是 在这里是state 刚才一定要反应很快 这里state level 就在一个 因为后面不是有加利福尼亚 或者 就应该 理解成国家级别也可以 但是 这个地方 in the state sector 那就变成国家行业 什么是国家行业 就是公共行业 所以这是 它无非定 换点 刚才他们用的是 public sector 这个state sector 是一个意思 就是在公共行业的 平均工资 在发达国家 是更高的 比在 私人的 行业里 这个one代替的是 前面的sector 所以说是state 对应private 刚才是public private 然后这句话 就这段话 其实 说的是 除了 公务员 比私人行业的人 平均工资 要更高一些 但是 那这瞬间 这两句话 主要意思后面 但是呢 真正的 gings 这里 首先判断出 是名词 gings这单词 有动词 这里come肯定是动词了 因为这里就原型 gings是主语 主语是名词 那你要把它中文 翻译成是名词 但是真正获得的东西 是来到 怎么来到呢 是在这种 好处 和工作 实践之中 这里 你要对比出来 首先 现在这两句话 连接的是一个but 也就是这两句话 是对比 那前面这句话 说的 平均工资 在这个州 国家行业 是正高的 比在私人行业 但是 这里 真正的 获利的东西 其实是在福利 我这里已经说公司 或者说公共行业 是真正的 获得的事情 是在福利 和工作实践之中的 所以这里又是 但是 虽然说工资 平均比较高 但是真正的东西 来自于这里 然后继续 很多政客 已经 非常 不断的 重复性的 backloaded public sector pay deals 这里 咱们平常说 这里专门有着双引号 说明就是一个 非正常的一个单词 但这两单词 我希望你可以判断出来 明显是backloaded 咱们说upload是上传 backloaded 或者download是下载 那这个backloaded 是往回载 就是往回来去拿 那这里关键是在于 你要判断出 现在这个backloaded 是动词 对吧 you have backloaded 那它的避免是谁呢 是公共行业的 工资的一些协议 那这些时候 这里 你肯定是 盖得不到 什么叫backloaded public sector pay deals 那这句话 主要意思就是说 政客已经 不断的去往回拿 公共行业的 工资的交易 工资的一些协议 那你再往后读 你看一下 这个事情就怎么样了 或者他给你解释一下 keeping the pay 那这里 还是一样 逗号 后面是非动词了 因为前面 主语 魏语 宾语 高正的主语宾 那这个逗号 现在后面有keeping 就是还是 咱们再复习一下 三种可能性 一种前面就是有的deals 然后还有可能是 前面的主语 politicians 还有可能是前面一句话 那前面一句话 就是backloaded 就一句话的核心 其实就是那个魏语 这是政客 backloaded pay deals 这件事情 发出于非动词 那明显你 这三种都有可能 剩下的你需要 去读后面 后面的意思是说 保持这个工资的增长 是一般的 modest 就是这三次 如果说人家谦虚 但是说数字的话 就是增长的一般 但是 那这个时候 adding的明显是 真正的keeping 对的 但是又增加 adding to 到了这个 节假日 特和特别是一些 养老金上 这些养老金 是已经 已经比较大方 那明显 同学们 这个非动词 就只有可能 是前面一句话的 也不可能是工资的协议 也不可能是政客 对 而且这里双引号 就是为了你解释一下 这些政客 backloaded 这些pay deals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backloaded 这件事情 发生了以后 就会保持 这个工资增长 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件事情 会把真正是 加到了 backloaded 这件事情 是加到了 这种节假日 和特别是 一些养老金上 养老金已经是 已经很大方 所以你要判断出来 前面要主战 就说白了 让工人们 这个 节假日挣多 然后养老金也挣多 那是不是 这句话 是给你解释了 上一句话 上一句话说的 benefits 就是 pensions 或者是 这个 好的 work practices 他们真正的这种 就是 公共行业的福利 在工作行为上 和一些福利 福利可能包括一些 养老金 包括一些什么 就是 节假日 对 alright 然后也就是说 这一句话 这一段话 这个作者还是在说 现在 公共行业 是挺好的 对 虽然就是 真正的福利 平均中资 已经很糟了 但是真正福利 在于这种福利 福利制度 还有这个工作 实际中 然后pension 这三次 这个词 还是大家 你要具象化一点 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养老金 这五险一金里面是有这个 大家工作以后 都会知道 但是 ok 然后另外一个 以后 对我想起来 以后咱们文章中 会讲到这个概念的 我希望你可以知道 一点 对于 养老金 对吧 是很多 现在就是 比如说 每月你工资 发 发一万 发五千 你会拿出一部分 给到这个养老金 然后这养老金 帮你存着 然后以后 等你老子再给你 但是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你给的这个钱 不管这条国家也好 这条公司也好 在国外 这个钱 是放在那里的 然后呢 这个钱 他不会单 就单纯的放在那里 所以说 很多公司 很多国家 他都会有一种 这咱们以后 文章里面会见到 金融的一些事情 pension fund pension fund 就指的是 一家公司 一家国家 这养老金的那笔钱 被拿去做投资 因为fund 就是基金 基金就是用来 就集资 然后做投资 所以就是pension fund 大家能知道 养老金的钱 是 用来去做 投资的 应该是过几天 就会讲到这篇文章 还是之前我讲 我忘记了 OK 然后 所以 但是这段 就是说的是 他们现在福利很好 作为公务员 继续 那改革 也已经被积极的反对了 rigorously 非常有活力 这个词 朋友们 很好记 Vager 你只要能把Vager 记住就行了 Vager因为中文 他们有一个非常 通俗易懂的意思 是吧 中文的Vager 就是这单词来的 你可以查看 Vager干嘛 然后 Vager这单词 就是表示活力 有两个评线 就 活力 精力 活力 Vager 然后 这是名词 然后 形容词 就是Vager 就是非常具有精力 就活力 那这里要判断是Vager 是用来形容这个 opposed 反对的 那这里就中文 就是出版成语 就是被积极反对 改革 已经被积极反对的 很可能 最臭名 最大化的 最 就是明显的 是在教育方面 这里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改革 什么改革 明显是公共行业的改革 reform 就是 就对于公会 公共行业的改革 公共行业的 公会的改革 已经被 积极反对了 目前为止 全文就 就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公共行业的公会 所以这里改革 那肯定是 公共行业的 公会的改革 但是公会的改革呢 一直被积极反对 很可能 最著名的是在 这个教育方面 这个单词 notoriously 或notorious 咱们平常说的是 就是说白了 你很著名 但是这个著名 属于那种 就是 不好的事情 著名 臭名昭著 就是 成语了 你知道本质就行了 然后是在教育行业 逗号 那这里后面 在这种领域里面 后面有着 大债律师定统 就是说 这是改革 是最被 在教育行业反对的 在教育行业里面 Wear这里是做定义统句 咱们就说的是 在这些教育行业里面 同时后面加一个完整句子 在这些领域里面呢 这种 Charter School 特许学校 这些学校是美国特有的 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但判断出 这应该是学校 对吧 在这些教育方面 学校 学者 或者学术 还有一些 绩效 Marry Pay 就是Marry这单词 就是你可以看成 咱们平常说的 你的优点 你的价值 你的美德 然后 或者你的功绩 那这里说的Marry 因为核心单词是pay 大家可以看成 就是你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 公司 你的学校 按照你的成绩 来去给你奖励 给你奖金 Marry Pay 这是公司单词 这是他们中文里面说的 绩效 在这里说白了 就是 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公会里面 是最著名的 notoriously 在这个教育行业 这些学校 这些学术和绩效 都面临着 battles 这个中间这词 你不认得 无所谓 但是你要判断出来 都是faced battles 都面临着一些斗争 你要知道这斗争 明显是工会是一方 然后这个学校 就是一方 或者是机动 公司是一方 或者是公共行业 反正是机关 这都是一方 然后这drawnout 首先你 这明显是两个词吧 drawn drawn 是这个drawn 就是过去分词 对不对 就是那个 拉 drawn 拖在这里 然后这个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情 是这叫out 那些前面是拉 然后out 出来 就拉 已经拉出来了 然后这叫 drawn drawn 作为过去分词 表示这些形容词 然后加约 联资不正 out 就指的是被拉开了 被延长的 被拖延了 这里我觉得 这些词也不是特别常见 但是稍微记一下 但是我说了 这种就是你不重要 但是你抓住 重点是在于 这些学校 而且 merry pay 都免得你这一些斗争 所以告诉你是 改革 是被反对的 反对就是你要改 别人反对 所以说是battles 对 OK 然后继续 even though 即使分诅 加注句 即使 分诅里面 是有很多的证据 evidence后面 同位同据 什么证据呢 再一个完整句子 就再套一层 是这个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一个 变量 variable 今天咱们再复习 我弹幕里面 大家告诉我 常量是哪个词 在这里说的 即使有很多证据 已经表明 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这个时候 逗号 even though的分剧 结束了 有两层 一层是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第二层是 evidence 都很为总句 说了这么多 但是 这里大家千万一掉 把这些词自己发出来 但是 老师们的工会 已经来去斗争 去反对 get rid of 这是投资中佣的 还是挺多的 就是说白了 等于去除 get rid of 这个词 大家不认识 今天最重要的词 没什么说的 去除 这应该高容 然后 然后 但是这些工会们的 老师们的工会是 这里 首先 fought against 是反对 是反对 去除不好的 那明天是once 明天说是老师们 不可能是unions 去除不好的unions 上一句话 上面的付出 就是teachers 所以老师们的 这是我刚才说的 你只要能盖到 这种工会 是为了员工服务的 那这句话 读起来非常轻松的 就是 即使 现在even though 尽管 对不对 有证据表明 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但是 老师们的工会 是像是老师的 老师们的工会 就已经反对 来去开除 或者排除 那些不好的老师 同时 这里你要判断 还是找并列 promoting是 get rid of 并列的 所以说 你要把前面的 都带你去 同时 老师们的工会 也反对 提升 好的老师 那相当于这里 你就明白了呀 这是坏的 不排除掉 对吧 不开的 好的 也不奖励 也不提升 那这会造成最终 就是大家动力不足 对吧 OK 所以说这一段 同学们 虽然说这个作者 跟你说的是 改革被反对 但其实 那其实这开始 你说 批评就是工会了 对吧 Union 反正就是不行 第一个是 特别在老师的 就很多斗争里面 特别是在教育行业 这里说是教育行业 被斗争 好 然后继续 所以这里就是第二段 其实刚才他们总结到 Public Sector 他的那个 就是讨贷 这个作者其实写的是 真正的福利 对吧 是来自于 Benefits和Work Practices 告诉你怎么好 反正 而且这些政客们 对不对 是政客总是把这些好的 就是交易 工资的协议 来去往回带 让他们就这工作 只是他们工资 增长的不太多 但是增加了假期 这其实你可以 看得到就是 作者其实也在 虽然说是作者觉得 这些人的福利很好 在描述 但是这个作者在抨击 他们的这个行为 然后这一段也是在抨击 对吧 就是 在教育方面 是改革也被 反对的 然后 As the call 这里As就 这么长 因为廉此 廉此一般我都是 随着或者因为 这两个人完全可以互换 任何时候都可以互换 我觉得作为 As的说 As the cost 因为这个成本 或者是花费 那这个tos花费到 每个人的花费 就是 everyone else 其他人 这些其他人 肯定是相对于原文 这篇文章里面说的 工资以外的人 随着这个 其他人的这个 花费成本 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清楚 clear 分剧结束了 As 方向同剧 真正的主剧 政客已经开始来去 镇压了 这里这些政客 明显是 他的反方向的政客 对 然后clamp down 也是今天一个次度 大家 平常表示 压制或镇压 反正是 抑制他们 clamp down 所以 因为这里说的是 对于其他人的 这个成本 越来越着 代价越来越着 然后马上 in Wisconsin 是不是例子 就还是 总分 第一话 政客还是已经 镇压了 还是已经抑制了 这些 公共行业的 公会 在威斯昌星 这些 很多公会 都已经 rallied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对 这里 你要弄清楚 一件事情 刚才 你先把 这就是 千万不要脑补 这句话 其实看似简单 其实挺难的 好吧 大家想想 这两句话的关联 就是这个例子 为什么可以解释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咱们从前往后读 你不要 从后往前踩 你先读到 第一句话 说的是 对于其他人的成本 当然我说的 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政客 已经开始镇压 公会了 那你要知道 这个政客 镇压 肯定镇压 公会 让公会不好 对不对 让公会 就是反正 让他们 限制一下 但是第二句话 说的是 威斯昌星 很多公会们 已经聚集了 召集了 数千的支持者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来去反对 或者 against 这些聚集者 都是反对 这个人的 这个人是谁呢 是hardline 就是这里说的 比较硬的 路线比较硬的 republican governor 这句话就 需要你 首先第一点 get到 rally 这个单词 表示聚集 作为动词的时候 这单词 其实今天重点单词 第一个是 把谁谁团结在一起 让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干一件事情 rally 第二点 咱们 就我不知道大家听过 那种比赛里面 拉力赛 把很多人发在一起 就拉力 汽车比赛 或者自行车比赛 其实就是rally 就是这个名字 第二 第三个意思 在经济数字 股市里面 rally 这单词表示 价格回升 或者就 相当于 复原 恢复渐长 那就是说人的 但是说 就是在股市 就是价格回升 经常会大跌以后 什么 stock market rally 就是大涨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词应该是 今天咱们重点单词 但这句话里面 这个rally 表示聚集了 所以他这里说 在微信上行 这些工会们 已经聚集了 数千的支持者的 就是反对 这个scott这些人的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这个scott walker 是 Republican Governor 这就是刚才 那个细节了 这东西 你要不理解 根本就没法读了 Republican干嘛 Republican是用 工会是组 所以Republican 是跟工会 做斗争的 所以这句话 你要概念到 就是因为 工会 已经聚集了 很多人 来去反对 这个scott walker 这个scott walker scott walker 是反对 工会的 那所以说 从侧面意思上 是不是告诉你 政客们 已经开始 限制工会了 因为限制的工会 工会才会 召集很多人 来去反对他 这其实是 反面的一个例子 这能让我 特别是Republican 这些线索 Governor在美国的语境下 就是州长 然后这些hardline 大家可以理解成 就是它强硬的 就是线很硬 所以大家要把这两句话的关系读到 然后同时 但是 很多 那后面是within了 这个manage就是带子 很多人 一般来说 首先你要想的 但是很多人 在这个公共行业里的很多人 他其实也会suffer 那这些单词 咱们刚才说 你见到一个单词 suffer from 对吧 这单词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细节 它既可以当极物动词 也可以当 不极物动词 就是比如说 somebody suffer 那这时候你要知道 就是不极物动词 就是这人会遭受一些 遭受的土难 或者是遇难了 或者不好的事情 那如果你想说suffer什么 就是这个人遭受什么事情 那一般都是suffer from 这是相当于极物动词 但是他可以当不极物动词 而且这里你要判断说 虽然后面有这under 但是这个 没有这个功力搭配的 所以这句话 其实就不极物动词 从这里 但是很多在公共行业里的这些人 其实就也会遭受的 在什么情况下呢 在现在的这个系统里 所以赵素 你相当于说 还是在说 这个butt是谁转折 这句话转折 因为中间这是例子 这两句话 其实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一个意思 就是随着其他人的成本 代价已经变得明显 所以说政客们 开始要去镇压这个共会 对吧 但是哪怕现在 在公共行业里边的这些人 就不是everyone else 是在本身 就是公共行业里边的人 他们其实在现在这个系统下 也会suffer OK 所以这一段这个作者继续开始抨击工会 然后政客 politicians 已经开始来去反对了 所以很多人 就很工会召集的很多人来去反对 这是政客 继续 然后马上 一上来这一段就是人 就是具象的 这个人是哈佛陈琳迪的学校 学院的 然后这个人 points out that 并从去指出 指出 里面指出什么呢 这种norms of culture 正常的文化 这些单词 对不对 norm就是normal的名词 咱们说normal就是正常了 formal是 每次这两段词在建立的时候 formal是正式 就什么叫正式 比如说你今天穿的很正式 就什么西装领带什么 这些东西 normal表示正常 什么是正常的 再去具象化 你每天早晨起来 都是先刷牙洗的 这就是normal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每天都是吃饭 吃三顿饭 你不吃饭 它是abnormal 所以这是形容词 但是名词这个事情表示常态 也正常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用的 或者是一个短语吧 就什么什么become the norm 这件事情变成了 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但是写作文的时候 你去用一下 试一下 什么什么已经 就是你想说 这件事情很常见 这件事情has become the norm 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见的事情 变成了一个常态 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 某些事情 是吧 OK 然后到后 所以这里他说 这个文化的norms 这个核心的主语是norms 就是正常的事情 在西方的这个公共服务里 首先目前为止这么长 都是主语 核心词是norms 文化的正常事情 在西方公路服务里 所以说你要把这些suit 位于站在一起 这些正常的事情 其实是迎合 或者适合这些人的 什么人呢 第一童句 想要去 待在原地不动 那这个stay put 大家想要一个场景 就是大家经常看一些电影里面 说是不是强战 警匪打仗 然后经常会有人 you stay put 就你待在这里不动 待在原地 再去蹲掉 什么的 stay put 这是非常常见的 固定搭配 没什么说的 这些put 也不是放力的 这里stay put 这些是形容词 待在那里不动 stay put 所以常常说 在公共 这里人家说得很清楚 是公共服务的 文化的常态 适合那些 想要去待在原地不动 那是不进步 对 适合这些人 但是是比较坏的 这里记得 这里我感觉 就是因为 有一说一 我感觉语法有点错误 因为语法这里是逐语是norm 我不知道是我的版本的问题 因为这个ese 是对应的这个suit 这suit是复数 逐语是norm 所以这里应该用着复数 二 但是这些文化 就是常态 是不好的 对于那些高层 就是说白了 你想就是实现 就是说白了 不要躺平 因为适合躺平的人 对不对 不适合那些 想要去实现 这么多东西 所以这一段话 那明显是真上的 就是还是这个作者 在最后总结 抨击这个共会 这种极致让人 可能就是呆在原地不动 不会进步 老师的质量不行 他也不会换 也不会提升人 OK 然后 继续 所以这是总结化 那唯一的美国公共行 唯一的 美国公共行的工人 这是这话主语 后面先进行定义通计 所以是walkers 位于在后面 什么人呢 正 远远超过25万美元 一年 的工人 所以这里你要把 这个walkers 真正二连在一起 唯一能在公共行业 挣25万美元 这应该是 算是高收入的吧 这些人是谁呢 是大学的 体育老师 教练 和 美国总统 这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美国的那种 大家经常看什么NCAA 美国的大学 体育联赛 都是非常挣钱 虽然说球员不挣钱 但是教练挣了很多钱 这点我 这点夸张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美国大学 篮球名校的 篮球教练挣的钱 不比 可能比NBA挣的还要多 但是学生是一分钱不挣的 然后那个球是非常火爆 大家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橄榄球也是一样 所以但这句话告诉你 是不是 给你解释一下 适合那些待在园队 因为唯一超过25万一年的人 只有 体育教练和美国总统了 那说白了就是 不太适合 high achievers 对不对 OK 继续 那银行家们的非常fat 肥的这些工资单 工资的这些信封 packets 这个单词 咱们今天最后一张 这单词我还是稍微 说一下 就是首先你要 判断说这些 pay package 固定搭配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领过工资 但是国外可能这个工资 原来啊 现在也不会 就一个信封 结的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pay package表示这种工资 工资的这个包裹和工资的信封给你 可能现在就是纸票原来可能有如果发现金的话 中国可能原来也是给你个信封吧 一样到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其实我想讲一下这个packet 这个单词就是大家见到那种 现在你很多 吃的都是那种小包装 小袋子装的 这种就叫packet 一个月包茶呀 这里是food packet 食物 什么坚果啊 这种东西 一个一个小袋 就是packet OK 然后这里所以说他说的是银行家们非常肥的这种工资 其实已经吸引了很多批评了 银行 图面你要知道 这不是公共行业了 国外银行是私企 我如果没有记住 美国是没有 国家是没有银行的 美联储是管理银行 就跟中文人民银行一样 但是 所有的银行是私人的 银行家们挣的钱很多已经吸引了很多批评 但是 一个就是后面主要意思 公共行业的系统 定义统计 也就是这个系统 因为这里并列两句话 逗号 逗号加bud 在后面并列两句话 逐语是system 先加定义统计 什么系统呢 不会奖励高成就者的系统 的这么一个公共行业系统 所以 a system 这种系统 可能会是一个远远更大的问题 对于美国 所以最后一段 其实就是作者总结了一下 这个union 这种公共行业系统 不太适合高成就者 high achievers 所以同学这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好总结 第一段是现象 现在很多人 公共行业里面当公会 在公会里面 然后三个原因 然后开始给你说 这一段是在 国家的或者州的这种层面 他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同时在公共领域 他们的这 真正的是好处 在自己福利和工作的一些行为 对吧 有假期啊 然后从这段开始 开始给你抨击 就是一个是改革 现在很难 然后特别在教育方面 我看我自己的笔记 都完全不用看文章 我都知道他说什么 在教育方面 改革不好 不能改革 然后影响了一些老师的质量 对吧 就是好的 差的不吵 好的也不提升 然后最后 这一段再说的是 很多政客已经开始反对这些公会了 然后最后一段 告诉你这些公会不适合 想要去不躺平的人 如果你把文章读到这个份上 咱们开始做题 这个题 他认识说 可以被破知 从第一段 这里就 就是用到咱们看 你的总结啊 对吧 或者你也可以读完第一段就做题 这个我觉得倒是影响不大 然后像昨天我这家说的 这东西 其实你怎么做 看你这人的喜欢 不会影响你的分数的 因为影响你的分数只有能力 那第一段 刚才说的是 现在很多人 加入的总会 大家举着三个例子 开始 Timsters 这样的人的 就是第一段的人的 那种会 仍然有大量的成员 这里就完全没有说过 原来说 是 在他 1960年巅峰的时候 仅仅只有十分之一 美国的政府工作者 属于一个工会的 然后现在你要知道 这里是美国政府的工人们 36在属于工会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人的这个机构 现在仍然有很大量的成员 1960年 是他的巅峰时期 这个人 曾经 used to 能再说一遍 曾经是 现在不是了 是工作 作为一个 civil servant 公务员 那人家说的是 他会代表 这里是公会主义者 从来没有说 他曾经是公务员 他想代表公会 代表公务员 C 公会已经扩展了 他们的公务行业的会员 那不是原话 是第一段 这样子说 第一段我是不是说的 civil servant 公会 已经开始增加了 然后 这一句的三个例子 那不就是第三个 传项吗 公会们 很多公会 已经扩张了 他们公共领域的会员 然后第一说政府 已经提升了 他们的关系和union 从来没有说过关系 第二段 还是一样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of paragraph 2 以下是哪一 这对的 根据第二段 他们这种系列体验 第二段非常好总结 对吧 三个原因 为什么现在公共行业的 公共行业的这个 公会 开始繁荣 thriving 刚才他们稍微 自己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是因为 他们就是不会遭受一些后果 没有后果 然后第二个是旧教育 第三个是政客 也是主导性的 然后开始 公共行业的公会 是prudent in taking actions 公共行业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prudent 这单词 我觉得你是需要记的 如果你不认识的话 这属于高中单词 就是比较谨慎的 小心的 精明的 有些时候 所有人花钱 花的不多 对吧 但是同意 就是哪怕你不认得 这些单词 但是你怕他说 就是形容词 那这些时候是 公共行业的公会 是非常怎么样的 在采取行动方面 刚才那三个理由 就完全是行动 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点是 不会遭受一些后果 对吧 会可以来去关闭一些事情 在没有遭受后果的情况下 这人他们采取行动 怎么样就没有关系 因为这里说 形容是 在采取行动方面 是怎么样的 然后第二是受教育 第三是政策 就是主导一些政治 包括预算 这都没有任何关系 All right 然后 B 第二段 教育是被要求的 对于公共行业的 公会的这个会员 Membership 这单词 咱们平常现在 你到哪里 什么 变成我们的会员 变成我们的 就是终身会员 都是Membership 这里 人家说的是 公会的人 或者公会 都是受我教育 但是从来没有说 我教育是被要求的 这就是说白了 你读准了就行了 你能找我来 我没有说 你必须要有这个教育 才能被要求 就是才能进入到 这个成员 然后C 工党已经 长时间以来去反对 公共行业的unions 那明显人家是支持的吧 人家说的是 就是多归他的投票 就反了 所以只剩下D了 D是公共行业的公会 很少得到麻烦 为了他们的行为 那这是对的呀 为什么 因为 人家第一个理由 就说的事情是 可以关闭一些事情 在没有任何遭受太多 后果的情况下 38 可以被获知 从第四段了 这就是每一段 每段 第四段 你自己稍微数一下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那这一段说的是 平均工资比较高 比这些私人行业 但是真正的好处 来自于福利 和工作的一些行为 对吧 然后这些政策 都不断地去增加 他们的这个 啊 假期 但是他们工资增加了 就是 工资的增长 保持在 就是不太多的 这种情况下 但是也会增长一些 但是这里他说的是 在英产生的收入 在这个公共行业是怎么样 首先 这个主语 你要判断出来 整个后面都是义字的 兵语 所有东西都带出 收入是非法获取 这里就 我不知道这些人 怎么能写出这个选项 B 收入在公共行业 是不直接的被 增加 这里就有点超普的呀 为什么人家 因为人家说的是 这个工资增长是modest 但是真正的福利 来自于hardy 或者是pension 或者这些工作 实际行为 那这里是不是 是被间接的增强 那这个argument 这个词 大家要想记得 现在有个非常火的 一个行业 叫 就马上 我看到很多公司 都已经开始出了 叫 augmented reality 那么俗称的AR 增强现实 就现在很多人戴着眼镜 然后在眼镜里面 可以看一下东西 那就是增强现实 在你现在 肉眼可见的东西上 加一些东西 所以VR是virtual reality 就是你看到的是虚拟的 这是VR AR是你现在比如说 看到了你的面前 然后戴着眼镜 就在你面前的一些东西上 加一些信息 加一些图片 加一些很多东西 这是增强现实 这里这单词 说的是增加增强 它是被间接增强 那这个是 我觉得最起码是靠谱的 就是有点东西 对吧 工资收入在中间行业 是被过度增加 人家明明说了 这个事情是会 就是keeping the paying crisis modest 使得他的工资收入是 就是适中 而如果说人是谦虚的 那么所以说不是excessive 过度的增加 对 也没有说是被公平的调整 就完全没有说 就是到底是公平调整 对 所以这张善逼 然后这个威斯康辛的例子 就是工会的例子 展示了工会怎么样 这就是考验你 这张善逼的话 能不能读懂 第一句话说的是 政客已经开始 镇压这些工会了 但第二句话 它是一种反的这个角度 说这些工会 已经聚集了数千的支持者 来去反对这个政客 这个政客是反对工会的 那你要把这些细节读到 然后所以他这里 问你这个例子 这个example 展示了这些工会怎么样 然后咱们看 说这些工会 经常是反对 现在的政治系统 这里首先 首先这句话 就第四段里面 只说的是政客反对工会 然后工会 召集了人 去反对政客 对吧 但是没有站在一个工会 经常反对政客的 而且这些A选项里面 宾宇说的是 现在的政治系统 人家说的是反对一个政客 从来没有反对 说政治系统 读准了 就不会选 B 工会 是可以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 不知道他说啥 政治态度是什么 比如在美国 原来支持这个 现在支持那个 现在人家说的是 召集了很多人来去反对 那说明召集的那些人 而且是支持者 那就是支持工会的 那就没有改变了 召集他们去反对那些 他们本来就反对的人 没有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 C 工会是很可能是一个障碍 对于公共行业的改革 那这是原话吧 因为这里我感觉 这他有点 自己有点串 好吧 有一说一